尸公 师公 你看 上天有好生之德 请四位 老大使 你不要多管闲事 我们是衙门呢 奉命捉拿援州魔教反贼余孽 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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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使 有种留下名号 武当张三丰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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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主 少主 这孩子 是我家少主 一遭毒手 常遇中叩谢张真人救命之人 起来起来起来 赶快起来 少主 少主 我看你身受重伤 还如此保护幼主 你真是一个铁蒸蒸的汉子 我出手相助 你不必挂在仙上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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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武当七侠 虽胜五剑 威力依然不减 夫领教 师父 师父 张三丰 你可回来了 亲家 等等 你叫我什么 小徒翠山娶令元为妻 武当天鹰不是英卿又是什么 自是英卿 你就不该放纵那些自认侠义之辈 害死我女 张三丰 还我女儿 是 你这是什么功夫 当时 事出突然阻止不及 宁王 莫说令人 老道同事爱徒 更是遗憾自责 武当派和天鹰教 若是为了翠山和素素 而相互残杀 我想他们在九泉之下 绝不愿意看到 英王 我们何不为他二人之不幸 共同罢手喜丸呢 你的话我听得进去 好 此事暂且放在一边 我要见我的外孙张武忌 武忌不在武当 张三丰 你又 英王切莫发怒 为了无忌的安全之计 他的取出 只能让你们一个人知道 好 无忌在蝴蝶谷移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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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真人 果然是一代宗师 听声辩人 贫僧由衷地赶佩言 弟子参见祖师爷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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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大师反好 贫僧少林空相参见武当前辈张真人 不敢 大师不必多礼 深夜来访必有要事 请说话 日前少林派惨遭千年未遇之浩劫 明教未报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鼎之仇 偷袭少林寺 本派自方丈空文师兄以下 僧俗弟子或战死或被擒 仅平僧一人拼死脱逃 陷阱明教大队人马正向武当而来 平僧是特来告警的 明教竟然如此猖狂 只是老道不解 少林寺高手如云 怎么会遭到了明教的毒手呢 明教假扮围攻光明鼎 凯旋而归的我派中人 因此 刘四僧众不防 被明教杀得是措手不及 异常激斗 我少林派 迷架乱真 有谁能防啊 张真人 今日中原武林的存亡荣辱 全息于武当一派 拼丧恳请张真人 为完少林学耻报仇啊 空相大师 武当少林本是一家 这灭四之仇 师父 师父 您没事吧 纵行江湖一生 没有想到 招了甲空相的道 只怪我 年轻时 远起少林 心中 一直与少林有不解之情 才没有方便 糟了 听师公说话的声调 就知受伤着实不惊 如果我推断没错的话 师公辅葬已损 我是否 因立即表明身份 相救师公 三师叔 师公 明教大队人马到了子萧宫 口出乌言慧语 说要踏平他们武当派 他们那么快就到了 这位假冒的空相大师 定是明教先前派来取我性命 他抱着必死之心 全力搏命一击重伤于我 若奸计得逞 咱们武当今日 恐怕要补少林后尘 难以自报 师父 我们跟魔教拼了吧 不许呈匹夫之勇 武当兴亡 无足介怀 只是武当派的绝学 却不可因此而中断 代言 师父 我做官十八月 误得武学经要 太极剑和太极拳已无瑕疵 此刻我传授于你吧 师父 弟子残废已久啊 我 听着 我这套太极拳和太极剑 跟当今武学全然不同 将就已静之动后发之人 连桥 廉州 松西 离亭 生骨都不在身边 代言 你必须身负传我生平之决意的重任哪 是 请师父赐教 这是太极拳的棋手式 揽雀尾 丹鞭 提手上士 既然开极散人 白鹤 两翅 锣析 辩椅 建範 搬篮垂 如风四壁 十字手 暴 呼 鬼山 探戟 既是以慢打快 语境制动 阴阳变化 果实惊威傲弱的上乘武学 这套全书的诀窍是 虚灵顶静 含胸八倍 松腰垂臀 臣间坠肘 十六个字 纯以异行 罪技用力 行神合一 但爷 你懂了几成啊 弟子余鲁 只懂了三四成 那也难为你了 你武师弟悟性最高 可惜不幸造亡 否则当传我这门绝技 这全境首要在四松 非松 将斩 未斩 境断 意不断 张三丰 再不出来 我一把火烧了你倒灌 快出来 快出来 大爷 你全身残废 明教不会对你防备 千万借急借躁 更不可强行出头啊 倘若我苦心所创的决意 不能流传后事 那你可是我武当派的罪人了 弟子受教 走吧 去见见明教的人 抬我 跟着师父 好 好 我 你 我 中文字幕——YK 这位是我师尊张真人 各位来到武当不知有何见教 难道没有为首的可以答话吗 教主到 白铺 原来一切都是他的道会 难怪少林派会一败涂地 晚生张无忌 今日得见武林中北岛之望 幸会幸会 张无忌 老到万万没有想到 明教教主 竟是如此年轻俊美的少女 巧得是名字又偏和我那无忌徒孙相同 张真人您真是好眼力啊 一看就知道我女伴男装啊 频道的几个徒儿不自量力 曾富贵教讨教高招迄今未归 不知他们下落如何 还请张教主明示 宋大侠等人在本教的手中 而且受了点伤 不过性命并无大碍 至于那位鹰六侠嘛 我那姓鹰的小徒呢 那鹰六侠就可怜了 和那位于三侠一模一样 这四只被大底金刚纸全给折断了 师主 这人哪是死不了 不过动叹不得 师主 师父 师父 啊 哎呀 张真人似乎身体不适哦 哦 不老张教主操心 老道贱朗得很 那晚生就有一句良言相劝了 强 补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莫非王臣 我蒙古皇帝威震四海 蒸蒸人到时若能孝顺 皇上肯定力当疏风 武当派大蒙荣宠 宋大侠等人人无恙 到时肯定会风绝佳禄啊 明教虽多行不义 胡作非为 却一向与援兵作对 曾几何时却投了朝廷 老道师父封关太久 倒是孤陋寡闻了 弃暗投明嘛 实实物者为俊杰 少林派空文神僧以下 各个都效忠朝廷 本教见大势所趋 追随天下贤豪之后而已啊 袁顺帝残暴多害百姓 这是民怨四起 贫道虽是方外出家之人 但也知大义所在 空文乃当世神僧 岂能为势力所趋 你这姑娘何以说话颠倒是非 这么说张真人 是不肯归顺我朝了 你字字句句 听得一清二楚 还要贫道重复吗 张真人既然如此明顽不画了 那我也就没什么话好说了 请各位跟我走吧 各位父王 您叫张教主坐下 晚辈我一笑参见张真人 韦先生不必多礼 久仰轻易福王 轻功绝顶 事所含有 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啊 张真人夸奖了 清少大 你冒充明教 破坏本教明教 您生用意何在 男子汉大丈夫 何必如此阴险毒辣呢 哼 我本来就不是什么 男子汉大丈夫 小女子阴险毒辣 你想怎么样啊 哩 你不要老是这么 男不男女不女的好不好 害得我口快说错了话哦 咱们言归正传 你冒充我明教之名 先攻少林 再饶武当 到底是居心何在 你又是什么来历 啊 不说话 那我就要开骂了啊 我要骂到你说实话为止 你这个臭 我我我我 哪个替我张嘴 是 哈 大师傅 让让让让让让让 让个路 明教张教主坐下 有行散人布袋和尚说不得 参见武当掌教祖师张真人 你们 你们把平道弄糊涂了 到底谁才是明教的人哪 啊 比较奉张教主之命赶来救援 现都在武当山下听候差遣 哼 虚张声示啊 嗯 要不要我发信号攻上山来 正是我所言不假啊 你是说奉教主之命 我是这么说了 那参人哪 叫他来见我 啊哈 你这话一出 你就不打自招 承认自己是个冒牌货了吧 嘿嘿 张真人也已经分出敌我了吧 啊 你别得意 就凭独鞭符合一个臭和尚 成不了什么气候的 再加上我呢 我排名英王英天正 英王你也来了 接到光明佐世杨霄的传令 知道亲家有难 一路上我骑死了巴黎马 飞奔而来 张真人 晚辈斗胆叫一声亲家 请恕罪 我徒儿张翠山和你千金殷素素 已结成夫妻 你叫我亲家 那是理所当然的了 明教的高手越来越多 筹划多时 婶婶安排的计谋 看来今日难以成功啊 但是好不容易将张三丰 打成重山 这是千载难逢 绝无第二次的良机啊 近日若不乘此机会 灭了武当派 日后将更加棘手了 江湖上传言 武当乃正大门派 岂知耳闻不如目见 原来武当暗中和魔教勾勾搭搭 全仗着魔教撑腰 根本不知一提 诶 赵姑娘 你这句话说得太没见识了吧 张真人威震武林的时候 只怕你爷爷还没出事呢 你个小孩懂什么呀 是你说的对 还是我没见识 那得由武当来证明啊 如何证明 今日前来 专程讨教武当绝学 武当派不论哪一位下场 我们都乐于奉陪 武当派到底是确有真才实学 还是浪格虚名 交战之后 既能照告天下了 至于明教和我的过节 日后再慢慢算账也不迟啊 张无忌 这个臭小子 奸诈狡猾 我日后见了他 一定要扒他的皮 抽他的筋 一消心头之恨 哎呀 很好 很呸 独蝙蝠 你说什么呀你 赵姑娘 本叫张教主少年英雄 你赵姑娘美貌如花 看起来年纪比我们张教主呢 还小几岁 哎 这么着 我老蝙蝠给你们做个现成的梅 你就嫁给我们教主如何啊 啊 张真人 你若不肯露一手 就留句话下来 说这武当派呢 乃七世道名之辈 我就立刻带人下山 并归还宋远桥等人 天都亮了 这样吧 一战定输赢 阿大阿阿阿阿三 你们站出来 张真人 只需将我这三个不中肉的家人打发了 我就佩服武当派的功夫 确实是名下无虚 要不然嘛 江湖上自有功论 也不用我多说 张真人 你就先跟我家的阿三 比比拳脚吧 张真人 请 找我 好 好雄厚的内力啊 连老夫都自叹不如 这丫头手底下怎么那么多奇人异事啊 张真人 你要是不想下场 只需交代一句 我不会动蛮硬兵啊 太师傅 这位施主要见识我武当派的全技 又何必劳动太师傅大驾 让弟子演几招给他瞧瞧也就够了 这位施主足灯青砖使的是少林派金刚伏魔的外加神功 想是西域少林一支的高手 你小孩强出头 恐怕疑乱击石啊 少林外支啊 那我更有兴趣了 师父 他怎么会抬积拳呢 这名小童不是你的弟子吗 我没见过他呀 啊 定是我抢太极拳传给你的时候 他在一旁学会的 此此天子极高啊 好 啊 答案 用意不用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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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极圆转 不是断绝 当得机得势 令对手齐根自断 一招一势 无需节节贯穿 阿森 打黑羽断续高了 本本的虚骨妙药 秘密至极 连本本弟子也不知道 你这小童 从哪里听来的 我是顺口试的 看看胡青牛的异经是否有误 还真有了 拿来 没有 拿药来 没有 拿药来 没有 无常将大河 滔滔不绝 把黑羽断续高拿出来 想不到堂堂的名教大教主 这么没出息呀 在武当 假扮起道童来了 赵姑娘言之差矣 先赴翠山公 正是太师傅 做下第五弟子 子随父 我张无忌就是武当人不须假扮 徒孙张无忌 叩见师公和三师伯 释出仓促 未及秉明身份 还请恕欺瞒之罪 孩子 孩子 我一直以为您已尽 太好了 你没有死 太好了 太师公 无几好想你啊 翠山又后了 他可含笑九泉了 张之人 恭喜你啊 交出这么一位好徒孙呐 我也应该恭喜你啊 生了这么个好外孙 什么好外孙好徒孙啊 两个老不死 生了一个奸诈狡猾的小鬼出来 赵姑娘 阿三是你的手下 想必你定有黑玉段虚高了 请赐予我三师伯六师书 以便治好他们的断织 我为什么要给你啊 我啊恨你入国 不将你碎尸万段 难抵昔日在绿柳山庄刚牢中 多轻薄羞辱之罪 那日为了解救我教中人 事在紧急才不得不出此下策 其实在下绝无丝毫轻薄之意 你要黑玉段虚高那也不难 只要你答应我三件事 我便双手奉上 哪三件事 我现在还没想起来 等到我想起来了 我说一件你就做一件 那怎么成 如果你要我自杀 要做猪做狗 我也必须依你 我不会要你自杀啊 也不会叫你做猪做狗 就算你肯做 只怕你做不来 好 只要是不为侠义之道 而我又做得到 我张无忌 依你也无妨 公子 张公子 小赵 公子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放心吧 你怎么来了 我和布鬼姐 陪鹰楼侠爷他们一起来的 那六叔呢 哦 他们就快到了 阿道 在 去把姓章那小子的两头胳膊 给我砍下来 是 让开 让开 快点开 好 咳 先找我的丫头 今天 太卑鄙了 用一天剑 欺负我教主手 consuming铀铁 我就是卑鄙 怎麼樣 誰叫她把我送給她的東西 轉送給別的女孩 如今 看太極劍法 此次博士是 全身的 无忌 看清楚没有 看清楚了 还记着没有 已忘记了一小半 现炒现卖也难为你了 现在怎么样 已忘记了一大半 糟糕 教主愿望愿多 那他就 张家人 你这路太极剑法很是深奥 看一遍 无忌怎么记得住呢 请你再试一遍给我们教主瞧清楚 现在呢 我这下全忘了 忘得干干净净的了 不坏不坏 忘得真快呀 他们图村俩在干什么 哼 临阵学武未免太迟了吧 一千尴尸 之后 走 两千封 一千封 使用 一千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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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千封 一千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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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 属下无能 甘领罪责 且慢 不留下黑玉段序高 休想走下武当山 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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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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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是他们 是他们 教主 他四肢被我震碎 此刻定是用他本门灵药 黑玉段序高扶持 现在不见我更待何时 什么人 赵明诡计多端 万一他故意在这黑瓶中 放了假药来引诱我上当 那岂不是 为了救三师不六师叔 反而害了他 瓶中纵是假药 从他们伤处刮下的 决计不假 娘 可能 公子 是 公子 我很担心你啊 刚才 我真担心你会 你放心吧 我没事的 对了 你去一趟古城 通知杨肖他们回五档山 这只黑瓶乃是一块大玉雕成 生黑如漆 触手生温 暗有古异 就是这只瓶子 也是一件极其珍贵的宝物啊 很是刺鼻啊 师公 我就怕照明完阴的 特别从阿三的商处拿了一块 你瞧瞧 颜色味道一模一样 所以无忌认为 应该就是黑欲断须膏 没错了 三师伯 你的旧伤都已愈合了 此刻医治 必须将你手脚的旧伤 全部重新折断 暂行揭许 希望你能忍得一时之痛 我从不敢奢望二十年的残肺能重新痊愈 最坏也不过是治疗无望 二十多年来 我什么都不在乎了 你放手吧 不会没 请你 我不要出去 我不要 不要 你不出去 我怎么帮他们退医疗伤呢 嗯 爹 药儒呢 在位于三侠 一六侠 这两个人都要续补呢 教主 教主 你们都赶回来了 无忌哥哥 我能不能进去看看殷六侠 我儿太过关心殷六侠 不是什么好事啊 怎么没见外公啊 殷白眉回天鹰教继续做他没做完的事 公子 你累了一个晚上要不要去歇会儿 嗯 公子 你该休息了 公子 我心里不踏实 依我理解的赵敏 他绝不会甘休 我夜闯他的行影 抢夺黑欲断须高的 公子是认为 赵敏应该有所怀疑才是啊 嗯 他越没动静 我就越难安心 无忌哥哥 无忌哥哥 殷六侠 殷六侠他已经痛得 晕过去三次了 什么 我 三师伯 是断骨疼痛得厉害吗 断骨疼痛也就罢了 是觉得满腹的欺痒难忍哪 就好像有千万条小虫 在乱爬乱钻哪 这是深重剧毒之相啊 六叔 你觉得怎么样 红 红的 白的 绿的 蓝的 鲜艳的锦啊 好多 小虫在飞 快看 快看 飞 在飞 七虫七花糕 以毒虫七种 毒花七种 倒了煎熬而成 中毒者先改内脏麻痒 如七虫咬念 进而 眼前现斑蓝彩色 其力变换 如七花飞散 七虫七花糕 所用七虫七花 依仁含义 南北不仇 大凡最具灵验神效者 共四十九种配方 变换一方 五六十三毒 不许失毒者 方能解答 你 五六十五 五十八 reference 五十五 他想把机器跟 也只能超个 一辈五十六 一辈五十七 一辈五十八 开发 一辈五十七さ 一辈五十五 ten辈五十六 一辈五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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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六 危机哥 你一定要救他们啊 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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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孩儿体会到 体会到你当年 为何会自我的心情 我害了三师伯和六师叔 我是个凶手 孩儿主张了大错 除了子温义谢之外 却是别无他法 爹 孩儿要补你的后辰了 一命定命了 无稽 师公 无稽 师公 我是个罪人 我害了师伯师叔啊 不要这样 师公 我该死 我该死了 我该死了 无稽 起来 爹 你经历了多少生死关 难道还看不透 自问 是弱者的刑警 你造成的错误 就要挺起胸膛去面对 去解决 万万不可以以死来逃避 你想通了吗 乌鸡通了 七虫七花之毒 真的无解吗 这七虫七花膏 至少也有一百多种配之之法 我不知道赵敏用的是哪七种毒虫 哪七种毒花 要化解此种剧毒 全唱以毒攻毒之法 只要少爷认错 是哪一种毒花毒虫 用药烧错 立刻便送了三伯六叔的性命 若真如此 代言离庭 也只有各按天命了 师公 还有一法可行 找赵敏 他施的毒必然有解药 我不赞成你去找他 师公 你宅心仁厚 热诚善良 绝斗不过奸济崴出 阴险狡诈的赵敏 你去找他 吃亏上大的还会是有利 武器啊 我不希望你出世 武当一派 还需靠你传承 靠你永续呀 可是 武器哥哥 武器哥哥 武当道兄来报 说是赵敏在献结杯 也要见你啊 你说的是真的 我要去杀了他 我去找他 公子 公子 把这个去还给他 我们和这姓赵的仇身四海 身上不能留下他任何物事 没我的命令 谁也不准跟我去 解药给我 你胁迫过我一次 这次又想过几重演啊 给我 我专程来看你 叫你穷巴巴的 这岂是代客之道啊 少跟我打哈 我要解药 你要是不给我 我就 就怎么样 杀了我啊 你不怕杀了我 于大爷 英离婷也活不成了 反正他们没有解药 也是一死 我今天就拉着你和我一起陪葬 哎 要死你自己去死好了 我干嘛要跟你一起死啊 少臭美了 我是跟你说正经的 你要是不给我解药 今日便是你我同时毕命之日 你手上是什么 你的手啊 还给你 你干嘛不要我的东西啊 你捉弄我这么惨 我不要你的东西 那我问你 既然你不要我的东西 你干嘛向我要解药啊 怎么 不说话了 我说不过你 我懒得理你 老是跟你说 你中了玄冥二老的 两掌玄冥神掌 我特地来瞧瞧 你伤得怎么样了 没想到你一见到人家 就是死啊杀啊活的 差个不轻 好心当成驴肝肺 喂 你放不放手啊 其实你心里很清楚 我们俩距离这么近 就算你放了手 我也打不过你啊 看你的样子 没受什么伤吗 去取玄冥神掌 未必伤得了人 那七虫七花糕呢 三十包他们 果真种的是七虫七花糕 张教主 你要黑玉断须糕 我可以给你 你要七虫七花糕的解药 我也可以给你 不过 你要答应我做三件事情 我便心甘情愿地奉上 但是你强迫逼我 那么你就杀我容易 要得到解药 却是难上加难了 你说 哪三件事 我早告诉过你了 我现在想不起来 等到我想起来了 我自然会告诉你 只要你承诺于我 绝不违约 那便成了 放心 张大教主 我不会无理地 要你去摘天上的星系月亮 更不会叫你去做 违背侠义之道的恶事 当然了 也不会叫你去死 更不会叫你去做猪做狗啊 好 张姑娘 祝陈如你所言 只要你给我灵药 治好我余三伯和殷六叔 今后 但叫你有所命 张无忌绝不敢辞 赴唐蹈火 为君所使 好 那我们就接掌为事 只要我把解药给你 日后我要你做三件事 只要不唯唯侠义之道 你务当解礼父 绝不推辞 张无忌尽遵言 现在 你肯要我的东西了吧 不要就算了 我不许你把这个金花 再送给那个枪丫鬟了 听你的 解药立刻送到 张教主 请了 李主人有书信一封交张教主 张教主 张教主 回见 驾 金河加层 灵膏九层 朱花中空内有药方 二物造成君子左右 何劳幽之身也 唯已微物不足一顾 四肢必仆 伪诸尘土 其见窃之所妄也 赵明早就布好了局 一步一步安排在天衣无缝 他出心积虑算计王 心机之身 令人可怕了 谢谢 好 刚子 这段时间 都是你在照顾我的体居 有一天你不在我身边 我还真不习惯了呢 不会的 小赵要照顾公子一辈子 不知道 于三侠和英六侠 他们怎么样了 我上一次当 就学了一次乖 这一次啊 我把这些药 好好地检查了一下 都没问题 乐观的话 很快就可以动了 现在我倒是担心 宋大伯他们的安慰 要知道他们的下落 很容易啊 怎么说 你去找那个赵明问一问 至少也就知道了九成 就怕他躲着我 找不到人呢 不会的 公子跟赵明有三机长誓约 他不会躲着你 你怎么知道此事啊 公子欠他三件事 赵明这么厉害无比 绝不会就此罢手的 只是 赵明花容月貌 一想到他的手段 我就寒毛直树浑身发抖 我是怕他呀 没错 他的手段 的确是匪夷所思 不管他的手段 如何得狠毒 我只希望他 能够赶快出这三个难题 我去尽力办了 这件事就算了结了 否则终日提心吊胆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会出怪花招 那日子才难挨啊 芷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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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他 芷若 怎么你们峨明派也被抓来了 你们武当 爹 还有七叔 你师父他 自从被关后 师父就绝食一直到现在 他们要带你去哪儿 我也不知道 芷若 你放心 只要有机会 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 带走 走 芷若 快走 芷若 走 给他 你俩想用这把木剑来羞辱我 哇 很有男子气概啊 我欣赏 曾秦叔 你怎么不问问我 找你来做什么 好 我问你 你要我做什么 比武了 用他 用他 是啊 只要你能胜得了我的三个手下 我就立刻放你出去 要是打败的话 就得加囚一个月哦 我已经没有内力了 别说是木剑 就是三尺清风 我也难以取胜 没有内力还有招式嘛 这对你来说 也许是个机会 情愿一死 不失太拒 把峨眉派周芷若给我带上来 是 拿到 怎么 改变主意了 你只要不找周芷若的麻烦 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我就知道你对周芷若有意思 拿他来要挟你最管用了 阿三 是 你输了 你输了 停 老二 你输了 陆先生 我 什么意思啊 他这一招叫同归于尽 结果出来是宋亲输伤 老二死 宋少侠 敢问这一招叫什么 天地同寿 由我英六叔所创 天地同寿 英离亭 阿大 别给我丢人啊 属下遵命 宋少侠 请指教 你输了 你这种打法 我不肯定应 输了就得加囚一个月 严阿进牢房 走 走 进去 请说 爹 怎么样 你没事吧 怎么样 没事 爹 我见到周芷若 俄眉派也被关在这里了 听说 他们都怎么样了 跟我一样 被他一药物意诸魅力 武功施展不开 看来 咱们六大门派 都被他关在此地 可是 他把六大门派都关在这儿的目的 又是什么 苦大师 军主 这招你不能用 为什么 你金枝玉叶之体 咱们可以受伤了 公主 什么事啊 你看 世子来了 妹妹 哥 你什么时候回大都的 刚到的 娘呢 他不是跟你一起回来 还留在上都呢 娘难得回趟娘家 恐怕要多待一阵子 爹让我来找你啊 叫你回去 我才刚出门 是七王爷找你 妹妹 恭喜你了 恭喜 恭喜 恭喜什么 七王爷来家里正式下聘了 还定下了 无聊 妹妹 我不听我不听 你要去哪儿啊 我不要你管 妹妹 你不回去 你我怎么向七王爷回来 就说我死了 妹妹 没听到 她死了 妹妹 我不要交给炸牙肚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张无忌 你是个又飞又呆的大笨蛋 六叔 我帮你送了两根 不回 对 六叔 再过半个月你就用得上了 她说你都知道了 知道什么 无忌 不回妹妹 从小就跟我无话不说 她是曾告诉我 她喜欢六叔 她 她 她真的这么说 她真的这么说 六叔 我是局外人 我不便说什么 如果六叔反对 那趁早直说 免得伤害了不回妹妹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从不回山上了 我看到了小福的影子 在我受伤的这段时间里 她那么细心 那么有爱心 可是 我们两个年龄差距太大 辈分又悬殊 就算我有意 也会为世俗所不容的 如果六叔不排斥不回妹子 我的认为顺其自然 唐若真的有这么一天 成了这桩姻缘 那么上代的酬嫌尽数化解 正是大大的美事啊 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 教主 常义春求见 常大哥 属下参见教教主 常大哥快请 教主 查到姓赵的那丫头的行踪了 在哪儿快说 大都 京城 我没猜错 他果然是朝廷之人啊 是啊 有人看到他压力屁人进城 宋大伯一定在赵明手上 魏父王 杨左使 你们先去准备准备 待我禀报施功之后 立即赶往大都 是 伯儿 站在那儿干什么 还不回去收拾东西 我不走 我要留下来照顾殷留侠 殷留侠的伤已经好了 不需要你照顾 走 杨左使 我认为不回妹妹 不如留在这里 大都市京西之地 咱们明教的身份 说不定有性命之忧啊 何况赵明 教华多端 难不保什么时候来个阴招 叫咱们防不胜防 我认为不回妹子去的话 就会要咱们多分了一份心 留在武当反而对她好啊 教主开口 杨潇不敢违背 那好 我们这就赶往大都 如果赵明 伤了宋大伯他们一丝一毫 我绝不放过他们 公子 此番前去大都 天子脚下 所有凶险很难预料 小潮 小潮 你身有镣铐 行动不便 我不希望你出事 公子 你想要我留下 你就在武当等我 有不回妹伴着你 你不会无聊的 我们要动身了 那好吧 让小潮送你一程 好 都到半山腰了 小赵 你别送了 现在送了三里又送三里 都到山脚了 公子 我 我不准你送了 越送越远 你不赶快上山 天黑了就伸手不见五指了 万一你迷路了 出了事 我会良心不安的 好吧 小赵听公子的 公子 你到了大都 会见到赵敏吗 说不定会见得到 公子 要是见到赵敏 可以带我向他 求一件事吗 你有什么事求他 我想向他借乙天界 砍断着铁链 否则 我终身便会给绑着 不得自由 好 我会开这个口 不过 我就怕他不肯借宝剑 何况要一直借到这里 那 你把我带去啊 我向他借剑 他宝剑一挥 那不就成了 好 你说来说去啊 还不是要跟着我 一起去大东吗 杨作使 你说咱们能带他吗 那也无妨啊 教主的衣桌茶水 也得有个人服侍 只是小赵 带着铁链子 怕会引人注目啊 我会把铁链藏起来 不让人看到啊 杨作使都帮你说话了 我还会不抑郁吗 多谢公子 多谢杨作使 多谢伟父王 我一句话没说哦 你信我干什么 当心我救病复发 吸你的血 别吓我 上马吧 有点人 你会让他抑郁吗 你不抑郁吗 是你们的 真的吗 你不能死 不抑郁 爹 你还知道我是你爹吗 爹 怎么了嘛 我才刚进门你就给人家一顿啊 你去哪儿了 我 我去万安寺了 胡说 你哥哥去万安寺找你 你不但不肯回来 还给我在外头混到现在才回来 爹 你要是在七王爷面前受了委屈 有气没触发 没关系 你尽管骂啊 尽管责怪我好了 你 你从小就能看穿每一个人的心 说话行事都抢在前头 所以我在疼你 宠爱你 现在你长大了 我的话你不听了 我是管不了你了 爹 你是我的父亲 做女儿的 也只有顺从的份儿 不敢违抗的 那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必须力争 我不喜欢扎牙都 更讨厌七王爷 以他的权势逼婚 我要是嫁了过去 爹 你帮我想想 我有个蛮横无理的公公 有个软弱无能的丈夫 我的日子会好过吗 爹 你忍心看你女儿去受苦 忍心看你女儿断送后半辈子吗 你 你忍心吗 我说不过你 我说不过你 爹 女儿讲的是个李字 又不是在无理取闹 爹当然说不过我了 爹 我来想想办法吧 你真是我的好爹爹 你呀 最会撒娇的 明明 要爹救你 还要你自救啊 女儿不懂爹的意思 七王爷一直以平乱 乌公为要挟 而这些乱元的祸首就是明教 只要你灭了明教 爹在皇上面前 就能抬头挺胸 凡事都能具体力争 懂吗 成坤呢 自从光明顶一战之后 就不见了他的踪影啊 爹 我怀疑程师傅 他有二心呢 有几心都无所谓 只要目的相同 互相利用永远合法 我相信他还会来找我的 张无忌呢 听说张无忌是明教的新任教主 他整合了一盘散沙的明教 明明 你跟他见过面吗 呃 女儿跟他对过几回 他 他怎么样 他是不是武功谋略都剩你一筹 他 还好啊 哦 既然你能对付得了他 眼下就有一条平乱最洁变的路子 有道是蛇无头不行 明明 除掉了教主张无忌 明教就不攻自破 知道吗 我知道 滚 给我滚 滚我回山东去 你给我滚 滚 滚哪 滚 你在干什么 你在家喝个小酒 还得给我吵着闹的 我又不是在外面花天酒地 不喜欢我喝酒 去找个不喝酒的 滚 滚 你给我闭嘴 爹 我 我叫你给我闭嘴 没本事就少喝酒 每次喝酒你就要耍酒疯 你还在给我丢人现眼 给我回去 是 走了 爹都生气了 走啊 走 走 跟我回去 都是你 走 兄长 一路辛苦了 小弟在此恭候着实 哪里哪里 住处已经安排好了 请您跟我来 有劳元璋兄了 哪里哪里 自我教四方起义以后 朝廷被名教抓得紧 藏身佛寺 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你安排得很周详 听说你曾当我和尚 是 教主 论及起义抗援 我教就属你朱元璋这一支 做得最为积极 最有成效了 多谢教主赞誉 对了 赵明在哪 属下跟踪数日 他现在经常出入汝阳王府 杨作师发现了什么 那个头驼 你认识 杨作师 为父王 来 教主 把昆仑掌门 何泰冲带上来 没见过 只是他的身影觉得十分熟悉 想通了没有 昆仑掌门 如此推断 其他门派定然也关在塔内 不对 不对 教主 你看何台冲脚不须抚内力全息 他的左手似乎也少了两根手指 我既落入你手 要杀要挂 随你 可是让我投降 做你朝廷英权 你是做梦 我才懒得跟你啰嗦了 反正规矩你都清楚 我已断了两根手指 再断一只又有何妨 拿剑来 等你断了十根手指 再降服于我 我也不要你这废物 拿剑给他 你没尽力 断他一根手指头 有时候见他天中无险 有时候他的行事作法 实在很辣得令人发指 你们在这里等我 我去看看 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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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忌肉 你快去盯着 无忌啊 真的是你吗 是我无忌啊 我来救你的了 无忌啊 没用的 我们中了玄冥二老的石香软精散 内功尽失 现在浑身筋骨软弱无力 你就是救我们出去 我们也走不了多远哪 大师伯 无忌啊 你听我说 你要救我们出去只能拖累你 你要好生保重自己 替我们孝敬师父延续武当相迈啊 可是我 可是什么 你再啰嗦 我就揍你 听你大师伯的 快走 爹 好像有人来了 无忌 快走 快走啊 灭绝 灭绝 你不要以为装容作哑 我就会放过你啊 开门 把这个老妮给我抓出来 你们要找就找我 不要为难我师父 灭绝 你真该惭愧了 这三个徒弟 只有这么一个替你出头 哎 做人失败 这师父可是白当了 周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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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强出头 那我就成全你了 我 禁郡主 峨眉周芷若带到 周芷若 不错 不错 你要干什么 年纪轻轻 已经是峨眉派的吉门高地 真是让人羡慕啊 听说你是灭绝师太的得意弟子 深得他见招绝学 是不是 家世武功博大精深 说到寿传他老人家见招绝学 周芷若年轻学浅 差得可远了 我们这里有个规矩 只要你能够打赢他们三个 就可以平平安安地出门 绝不为难你 尊师何以这般崖岸自高 不肯跟我们切磋学习呢 家世世宁死不屈 堂堂峨眉派掌门 岂肯在你们手下苟且求生 再说 师父是瞧不起卑鄙英读的小人 才不屑跟你们动招 那周姑娘你呢 我小小女子能有什么主张 师父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 你师父叫你不要跟我们动手 是不是 我峨眉派的剑法 虽然说不上是什么了不起的武功 却终究是中原名门正派的武功 不能让帆帮援兵的无耻之徒血了去 瞧你年纪轻轻 说话这么不留情面 你师父啊 真不愧是老江湖 你师父啊 真不愧是老江湖 我这么一点点居心 或者是比剑比输了 我都会剁他一根手指 你呢 周芷若生的花容月貌 这么骄傲啊 好 你不比剑 我不剁你指头 不过 我要你跟这个大师父一样 在脸上划二三十刀 看你还傲不 我要把你的翘脸蛋 变成一个马蜂窝 不用什么精妙的绝招 随便划两三下 就变成丑八怪了 怕不怕 不在乎啊 好 我动手啦 不要 你还是怕嘛 你不要毁了我的脸 我请愿你杀了我 杀了我吧 我不杀人的 我只不过 要在你的脸上 多划几刀而已 随便 你卡住了我 我贴了你 走 他 我来 你这么讨厌这盒子 一定要把它破坏不可吗 一定要把它破坏不可吗 我没带暗器 我随手在怀里一掏 掏出这个盒子出来 是非有意 请姑娘别见怪了 这盒子你一直戴在身上 是啊 真的 我一直都戴着 我不知道你和这周姑娘是 是好朋友 要不然我也不会这么对她 我了解了 原来你们是一对了 我和周姑娘其实也没什么 只是 只是 这姓赵的居然对我无尽 十分钟情 我去请高手匠人 把他重新相好 你说什么 赵姑娘赠何的美意 张无忌一直记在心里 此时无意将她损毁 在下好生过意不去 你当真这么想 你走吧 在下还有一事请教 赵姑娘 你把我大师伯等人擒拿起来 究竟为何呀 我是出自一番好意呀 我想请他们为朝廷效力 享受荣华富贵 实际上他们这么固执不听 我只好把他们囚禁起来 慢慢再说了 赵姑娘 在下 还不走啊 还不走啊 即使如此 在下就告辞了 走 等等 你走我不会留 你要带走周姑娘 也不跟我说一声 你当我什么人 确实是在下失礼了 赵姑娘 请你高抬贵手 放在周姑娘吧 张教主 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你要救人便救人 我们这伙人的老领往哪儿放啊 你不留一手绝技 兄弟们难以心服 小鬼 我不杀你 我要用力 逼你爹娘的就范 我认出你来了 小时候就是被你抓走的 让我差点伤了性命 我今天要你加倍的皇皇 好 我又是这三个 来者不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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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 来者不善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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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住手 张公子 三位请自便 你们一番好意 周芷若感激不尽 我 张公子 周姑娘生得花容月貌 我见游莲 照这么看来 她肯定是你的意中人了 周姑娘和在下自小修相识 在下幼时 中了这位的玄冥神掌 阴毒入体 周身难以动弹 还多亏周姑娘为在下吃饭喝水 此番恩德 在下绝不敢忘 照你这么说 你们俩算是青梅竹马 你是不是想娶她做明教夫人 不说话就表示默认了 匈奴未灭 何以为家 张无忌 你一定要跟我作对 非灭了我不可 只要我心里有底 可至今 我仍然不清楚姑娘的来历 这个灭泽姑娘是严重了 再说我从未想要和姑娘为敌 虽然有过数次争执 可是每一次都是姑娘来找我 并不是我找姑娘巡视生非 只要姑娘能够放了我众位师叔伯 及各派武林人士 那么张某应当对你感激不已 不敢心存敌意了 再说我还欠姑娘三件事 张某定当尽心竭力 不让姑娘担心 你的这番话倒还蛮有诚意的 不过 周姑娘并非你的意中人 也不是你的师姐师妹 我毁她的容 跟你有什么关系 教主先离开这里 再想办法救人 张无忌 你老实跟我讲 你是不是喜欢周芷若 我毁笑 你竟敢羞辱我 我岂止是要羞辱你 行这样的 你给我听清楚了 今天你只要伤了周姑娘的容貌 我毁笑绝绕不了你 你要是在她脸上划一道伤口 我就给你划两道 你要是划两道 我就给你划四道 你要是动她一根手指头 我就伤你两个 我亲一父王出言必见 平生没有说过一句空话 你可以防我一年半载 但你防不了我十年八年 你若想派人追杀我 可惜啊 你未必追得上我 姓赵的怎么样 领教我亲功的厉害了吧 教主 事不宜致 借机先退 赵姑娘 我们先告辞了 订阅 此刻 订阅 出口 禅 美 Fashion